海峡论坛 时间来了北京时间的9点35分 将焦点转向双城论坛 曾经公开表示 九二共事已经过去 两岸关系应该有 一五新观点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去年以政治素人的身份 席卷台湾政坛之后 也造成国民党士气选情不振 以及中共当局 对台湾的政治局势 做出新的考量 柯文哲将在8月17号到19号 率团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 许多的分析人士担忧 柯文哲以一个政治素人的身份 太过单纯 与共产党近距离交手 恐怕会输 这一次的双城论坛 柯文哲是否会有过多的让步 还是会迫使北京 面对台湾新的政治气候呢 在节目进行当中 海下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今天 我们讨论华谛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观众 与听众朋友 请拨打400-120-0551 台湾的听众还有观众 请拨打00-801-148-940 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 张国华先生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说明一下什么是双城论坛 那么这个论坛对台北 对于这个上海 还有对两岸关系 有什么重要性呢 双城论坛基本上是 上海和台北市 世纪交流的这样一个平台 一个制度性的协商 那这个是五年前 由前这个台北市长郝龙斌 就跟上海市 这个达成这样一个协议 那五年来呢 这个在上海跟这个台北轮流 那个召开这样一个会议 取得了一些成果 比如说这个台北市 参加上海的这个市博会 那上海市出席台北的这个花博会 以及呢 在这个虹桥跟松山机场之间的这个直航 这些都是这个双城论坛的一些成果 那更重要的 他提供了这个两个城市啊 虽然不是中央政府 但是毕竟是官方的 正式的 持续的 这样一个这个沟通的这个 制度性的协商的这个平台 所以呢 这个这一次柯文哲 能不能去 其实有蛮重要的指标意义的 是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 这个台北联接发教授 柯文哲也曾经说过 尤其我们看到 其实他对之前郝罗明市长 有很多的这个 非议之言 不过现在这个双城论坛 郝市长建立之后 他还是要去 那么他也说呢 他说台湾必须要有一个机会 重新开机 来暂时摆脱蓝绿互动的泥沼 这种意识形态对立 不断地激起 只是谋求个人或政党 暂时的政治利益 这不符合台湾的长期发展 而我们看到这次柯市长呢 仍然决定要去双城论坛 但是他同样还是说 两岸关系应该是一五新观点 不再是九二共识 那么这是否代表 他在两岸关系 还有台湾的主权的观点 跟国民党 还有民党都不一样 那中国方面的接受程度如何呢 中国现在目前已经接受他 因为有关于这个九二共识也好 或中国人也好 这些概念基本上 柯文哲现在都是间接的承认了 所以我想北京方面当然接受 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说 柯文哲以他的台北市 因为所谓的这个统独也好 九二共识 这个是在国家层次 他市的层次可以不去碰 但他去碰这个 我认为是不治的 因为柯文哲他自己自诩 他自己很聪明 但是不要忘记 中国共产党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庞大组织 他整个国力现在是世界第二 所以你要跟一个政治素人 要跟这样一个组织来对这个东西 我认为是不自量力 所以我认为他其实可以不去碰这个问题 但他现在碰了以后 我认为他接下来没办法走回头路了 而且很可能就是一步一步掉入 中共给他设计的一个陷阱里头 我想大概很难得到太多的便宜 是张华先生要有所补充 我跟严教授的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九二共识确实是一个政治议题 而且是两岸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用中共的话来说 我不认为说柯文哲自己 想去碰这个政治议题 但是今天的现实是 你不接触到九二共识 这个中共就不跟你谈 双城论坛能不能持续 其实是中共提出来的 你必须在九二共识这一点上 你给我说清楚 现在柯文哲 大家也知道 九二共识在台湾 至少有一半人是不能接受的 对吧 那他以柯文哲自己来讲 虽然是政治素人 其实我觉得他的政治智慧并不差 他也了解这一点 所以他不能接受九二共识 现在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出了一个叫义务新观点 什么叫义务新观点 义务新观点 就是不叫九二共识的九二共识 因为这样 所以中共才说 好吧 双城论坛可以谈 你可以来 他其实如果说他做让步 那也是迫不得已 他是没有办法 不是他要碰 而是中共提出的先决条件 为了维持双城论坛 为了维持台北跟上海的 这个持续的交流 所以他必须这样做 是 在我把现场交易博弈之前 我再请教一下 那个严建发教授 就刚才张国华先生所说的 那他说并不是柯文哲 主动想碰的 那我们看到 柯文哲去年在竞选的时候 他也质疑过 北京官员问说 九二共识内容到底是什么 那他也说过 中国相当务实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台湾也很了解 两岸互相理解 就不容易擦枪走火 但是今年的柯文哲 在三月又引用习近平的话说 尊重两岸过去 已经签署的协议跟互动的历史 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 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 促进交流增加善意 让两岸人民去追求 更好的共同未来 所以对您来看的话 是不是柯文哲 现在又态度上的转变了 两岸关系 台湾主权上的态度上的转变 是否就像您所说的 他已经您担忧的 已经落入这个 除了中共的一个陷阱 还是说他只是逼不得已 还是说这是他一个 政治智慧的展现呢 严教授 当然我的看法是 就是说你做个市长 你不去碰这个国家议题 但是人家问你九二共识 你不需要去特别给他挑衅 因为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这个 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谈 你看到柯文哲 跟北京之间的互动 都是将近了半年 就是北京提出来 他就说那是什么东西 后来又否认 就是一来一回之间 让人家觉得说 你一直在挑衅这个话题 那当然北京方面就很生气 所以你看到 他是在3月4号习近平提出了地动三摇之后 他才3月17号赶快提这个两岸一家亲 然后接下来他们之间 当然也有一些很多私下互动 后来提出他们接受既有的政治基础 那大家知道既有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嘛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认为说他有点得不偿失 我觉得他不应该去挑弄这个话题 因为北京可能本来也没有期待他讲这么多 只有现在他说了那么多 那就像刚刚张先生也所讲 也知道台湾现在蓝绿的这个对势很强 你其实这样不讨好 也就是说你可能顺的故意 腻的少意 你在北京方面你很可能得到接受 但是台湾这边可能有更多可能反对你 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可以你市长这层不必去处理 你只要在既有的既有的这些机制轨道 还有这些协议上你去进行就好 那很多东西是可以可以识问虚答的 但不一定要去挑衅这个九二共识这个话题 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是他自己过度高估自己的能耐 而产生这样一个后果 是好的 谢谢林建发教授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个来宾博弈 好的 那么首先还是先想请教在台北的 严建发教授就是您在这个之前在这个报端也投书 发表了您的看法 您刚刚也大概阐述了一下您的看法 就是基本上您并不看好这一次 柯文哲市长跟中共的第一次交手 您觉得他似乎是一步一步的掉入这个中共的陷阱 刚刚这个要义也提到一五星观点 那什么叫一五星观点 我大概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那么整个如果说浓缩起来就是 尊重两岸过去已经签署的协议和互动的历史 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 以互相认识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的原则 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 促进交流 增加善意 让两岸人民去追求更美好的共同未来 那么这是柯文哲市长的这个一五星观点的这个说法 那么他现在好像也是试图要拿这个一五星观点 试图要去取代九二共识 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猜测 不知道那您觉得可不可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有人 虽然说您觉得柯市长跟中共方面的交手 他可能会败政 那但是有一些柯市长的支持者说 柯市长说他尊重九二共识 他了解九二共识 但他没有说他接受跟支持 那所以这样子也并不太表达说 他就接受九二共识 不知道这两点您怎么看 这里面有两个基本概念 一个就是中国人 一个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那既然你说两岸一家亲 一家亲就是家人 那就是中国人就是接受了 既有的政治基础 那就是九二共识 因为现在的执政党 接受九二共识 所以他是绕了一圈回来 然后来理解跟尊重九二共识 所以对方也知道了 所以我意思说 他实际上可以不去处理 或者他处理不需要那么急的处理 因为他才就任没多久 他现在马上去处理这个 实际上是让自己陷入更不利的状况 因为北京他的做法是这样 譬如说他对民进党 他只要求你承认 只要你承认中华民国 他就可以接受 可是等你接受中华民国以后 他会要求你讲更多 他一步一步逼你 他是这样做 所以你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抗压 那你现在一下子马上一步到位 接下来他还会要更多 那我认为当这次的双城论坛 也许北京会再给他一点礼物 可是你认为他后面 以后还会再跟你要回来 所以我认为说他可能就会得到一些小的礼物 可以以后失去大的 尤其在台湾整个现在的氛围 你看他现在的高中生大学生 他们想法跟现在这个所谓一个中国原则 那是已经很背离了 所以我认为说他这样做可能不会讨好 我就刚讲顺的故意拎的扫意 那实际上柯文哲他不需要跳出来去面对这个问题 他可以很委婉的来处理 因为毕竟就是一个市长 他可以处理市政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是有点对他来讲 他是自己愿意跳进去这个漩涡里面 可是实际上我认为他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我可不可以再请教 你就说您觉得现在是不是柯市长 就是当然中共只要遇到台湾什么都说 你到底承不承认九二共识 承认我们在谈 但柯市长就跟他说 那我就说我的一五新观点 然后好像中共就觉得是好了 反正你这个一五新观点 应该也是在九二共识的 这个技术下我也接受了 那您觉得这个一五新观点 未来有可能取代九二共识 或者可能成为两岸的另外一个 我看很难 你包括像九二共识 北京对国民党九二共识都无法接受 九二共识包括九二共识 因为从北京的观点 是一个中国原则 不是一宗各表 国民党是一宗各表 可是他现在就是暂时还容忍你 是因为还有一个民进党还没拉进来 所以同样的一五共识 他现在也没有去完全去否定你 但他也不会去接受你 他会把你模糊化 然后慢慢让你进来以后 他在这有点像在放风筝 但现在慢慢拉慢慢拉 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个开始而已 这场斗争只是个开始而已 我认为后面还有更多的压力会出来 是好的 谢谢严建发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想请教张国华先生 刚刚这个严教授的这个分析 我们也想请教您 您怎么看待这个一五新观点 是不是能够成为未来这个两岸交流的 另外的一种取代 甚至可以可能成为取代九二共识的基础 那么这一次另外我们也发现到说 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 只是柯文哲说他尊重九二共识 让大陆接受说 好你可以来这样子 那这到底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是不是他这个国台办的这个对台工作 其实还是有步骤在进行的 想请教您的观点 是这样子 我首先认为 我觉得这个柯市长 其实他并不是跟中共一接触 他马上就投降的 他不是这样一个人 其实他跟这个北京 有不断的这个碰撞 然后目前的这个结局 就是不断交手 而这个达成的一种妥协 那我们知道最早 我在纽约听过这个柯市长 就是选前 他到美国来访问 我在纽约这个就听 这个当面听他在讲 什么叫一国两制 应该两国一制了 那以这种说法 他今天不可能 大陆不会让他去了 那他从这个两国一制 慢慢慢慢走 走到今天这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句话 一个是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 第二句就是说 在这个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下 这两句话就是刚刚严教授也讲了 这个既有的政治基础 就是九二共识 因为目前两岸交往的这个基础 在中共看来就是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那中共强调一中 马政府强调各表 这是这个 这是一 第二个呢 两岸一家亲 这是习近平的话 是吧 两岸一家亲一家人嘛 怎么可能是两国呢 所以有了这个 这个两岸的交流才能继续下去 在我看来 这个其实啊 这两句话已经超约九二共识 因为九二共识啊 它强调的是一个各表 你说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说我是中华民国 这个这是一种两 这个这个各说各话的 这样一种情形 就是说双方同意 各执己见 但是今天你说这个 你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 也就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 你又加上了 两岸一家亲 实际上是比九二共识 更往前走一步 所以刚刚这个主持人问我说 这个一五新观点 有没有可能取代九二共识 被这个北京接受为 未来两岸交往的 这样一个新基础 我觉得完全可能 这个虽然北京一直在强调说 九二共识是必须要有的 没有它我们不能有交流 但是不要忘了 这个前国台办主任 就是现在的中共的外交部长 王毅先生 他之前啊 以国台办主任身份 到华府来访问 上一次选举之前了 他就说过 他就说啊 我们这个坚持九二共识 并不坚持这个名称 这个民进党如果认为 九二共识 是国共这个协调的产物 我们也可以坐下来谈一个 不叫九二共识的九二共识 换句话说 北京在乎的不是这个名称 而在乎这个名称下的实质含义 那我觉得一五新观点 实际上已经超越九二共识 只是这个民进党不可能接受 蔡英文也不可能接受而已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好的 谢谢张国华先生分析 以及谢谢博弈 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 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 首先先请张华的杨先生 杨先生请说 张华的杨先生 向各位问 最主要就是啊 这个 像那个柯P啊 他们说柯市长是柯P啊 他那个是很有智慧的人 没有错 他常常啊 人家要问什么 他又答 他会什么问啊 很厉害的一个啊 IQ很高的人啊 然后他这个 说的什么 2015新观念 其实那个基础啊 是建立在九二公司 一宗个表的那个 泥沼土上面啊 也没有那个底下的 九二公司跟一宗个表 也拿来的2015年的 那个新观念 然后2016 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吗 我要问大家 大家要相信这句话的真实性吗 谢谢 好的 谢谢张华的杨先生 我们接下来请上海的孔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孔先生请说 我来明确一下 这个一宗个表 一宗个表就是一个中国 然后个表呢 那这个个表只能在台湾表他的中华民国 但世界上那个表述中华民国的话 估计很多国家都不会抢人 美国今天也可以问那个白宫的发言人 中华民国是不是个国家 我相信那个白宫发言人应该会有人很确定的回答 好的 谢谢上海的孔仙 我们接下来请的是高雄的刘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刘先生请说 那个柯文哲是非常投机的人 他也没有什么能力 你看他这次当选是为了有很多人不满政府的 你看他做几个月那个民调掉了百分之十几 你现在再选没有人选 他现在去上海什么东西也是为了应付 他其实就是搞台独的 他这次当选完全是台独势力支持的 他根本没有能力 你看他处理那个什么巨蛋案 现在还不是不了了之 他没有什么神圳力 他做医生 他非常投机的 他根本没有能力 他完全是 他现在也是为了应付 好对 谢谢高雄的刘先生 我们听到您的说法了 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一下您对科市长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刘先生 刘先生请说 河北刘先生 是我吗 是 刘先生请说 我请问台湾的那个教授 你是哪国人我问问 台湾属于哪一个国家 好 这是您的问题吗 我们待会请严建发教授来回应 最后请台北的黄先生 请您简短发言 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 那个政治人物 不能心存侥幸 如果是说 要冲撞口学 冲撞口学 那那一步不能用 请问 柯文哲 选那个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说那个五大案 现在冲撞口学 冲撞口学 现在解释了几个 一个也没有解释 结果还陷在那里 现在连那个大鸡蛋都在煮那个 大鸡蛋都在煮那个鸡蛋汤了 所以说 不要再去那边 下次下行 很难看 希望不好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台北的黄先生 那我们就请教一下 在台北的严建教授 刚才这个河北的刘先生 也请教您说 说您认为是 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台湾是哪个国家 您是哪一国人 还有其他的我们观众朋友的发言 包括这个所谓对柯市长的看法 认为说他并没有能力 那您怎么看呢 我想请大多这位朋友 你可以Google上网去查一下 台湾前途绝语文 这是我们民进党的这个 对于所谓国家定位的说法 那我简单的讲就是说 我们认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那依宪法 名字叫中华民国 我想就是这样的界定 那至于说柯市长的这个能力 我想当然有待检验 只是我也必须要这么讲 就是说我不认为北京会接受 一五共识 只是北京现在去 就是说他不去排斥一五共识 但他不会就是接受 他一定要慢慢的要求 柯文哲在不断的加入一些东西 包括说反台独 那你以后如果不接受这个 那他对你的说法 他就开始存疑 北京的这个做法是一步一步拉 一步一步一步切 所以我是对 这一点我跟张先生的评价 比较不大一样 就是说我对于北京的这种 我的这个做法细腻度 我比较担忧 比较担忧 我对柯文哲的能耐 我比较不会太放心 那至于市政方面我想确实没错 大家最近的一些表现 也看得出来 就是没有刚开始的 这个人民对他期待 这个期待满意度那么高 所以我想 我们还要再持续看 不敢做判断 但至少在两岸议题上 我认为他不应该这么快的 去捅这个马蜂窝 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治的 是谢谢您的分析 我们最后节目时间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请张华先生做个总结 您也跟晋升采访过柯市长 你觉得他这个政治素人呢 到大陆去跟中共交手 您觉得他会不会吃亏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不会呢 因为他这次能够登陆 该做的这个妥协 该做的让步已经做完了 所谓的政治 就是这个登陆的这个前提 那这个前提就是他的义务性观点 中共接受了义务性观点 到上海以后 谈的都是市政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 这个他不会在政治上再有任何新的让步 他也不需要做让步 他只要谈市政就好 是好的 谢谢张国华先生的分析 现场交给博弈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那么今天呢 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也非常的热烈 那么有没有接到您电话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希望您未来继续 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九点钟 继续锁定我们海峡论坛节目 当然我们要特别的感谢 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 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博弈 也谢谢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只能进行到此 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还有践行科技大学 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参与节目 感谢两位 同时我们也感谢在现场的 中天电视台驻华府记者 张国华先生参与今天的节目 感谢您 谢谢 提醒您 来宾与听众所发表的是 他们的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呢 今天来不及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们 请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 并且留言评论 也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 查询台湾总统大选 还有双城论坛的相关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此外呢 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 证明论坛 在Facebook或是Twitter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斜杠VOABBS 以及Twitter.com 斜杠VOAChina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如果他做什么 网址分别是 那是我的工作 我们要在另外的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而非比较能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 收听收看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 想要了解更多与台湾 台美关系 以及两岸关系的重要议题 请您锁定美国之音VOA为事 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黄耀义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